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大部分人都用了一个字形上跟中文相同的日本汉字 那日文念成sagagaku 那中文就念成社会学 很方便 但严富觉得这个社会学这个社会的概念在当时的中文世界里面 因为社会跟国这个界定是有差别的 所以他认为翻成社会学其实没有对应英文sociology这个字的广泛的意义 当然现在你来看这个事情有一点吹毛求疵 但是在当时来讲 对于严富这个读过中国古书的人认为这样是不恰当的 但是当时另外翻译社会学的人里面还包含了 后来很有名的张炳玲或张太炎这样的人 那这里呢我们就要特别讲一下严富对于这个群学 或对于社会跟国的看法 这本书虽然它是翻译的 但它在翻译的时候有加上很多译者的注解 那这是让当时的知识分子 这个大概在上个世纪 听说最早的版本大概是1905年还是多少 反正这个前面的资料有 现在年代我记不太清楚了 这边说寻青 寻青就是寻子 寻子说明生而有群 这个你都很容易查得到 群野者后面还有了 他指引了这个生而有群 群野者人道所不能外野 是因为生而有群 所以叫做群学 就是sociology 所以人道怎么 人就是humanity 这里应该不是讲说你对人人道不人道 不是这样的意思 就人在生活里面不能够离开群 群有数等 有不同的等字 社会是有法之群 所以社会的意义比较窄 它是有法律的一群人 群的意义比较广 所以为什么要翻成群学 是因为符合当时的sociology 或social science 这样的想法 社会是商工正学莫不由之 这里社会从这里来看 就是association的意思 就是什么样的学会工会 商会 政党 像这样的东西 在严妇来认为 这个就是当时他所知道的社会是这样 而最重之意 急于成国 那最大的社会就是国 推到极端就是国 常考六书文艺六诗是中国造字的原理 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 就是说这个中国古代的想法 跟现在西洋人的想法是一致的 何以言之 为什么呢 就因为西学社会之介 所谓所谓的社会society 在西方人来看 民聚而有所部落 你的一群人聚在一起 部落呢 它这边特别写东学称组织 日本人叫东学 西方叫西学 我们中国人当然是中学 后来当然有北方有南方 东学称组织 那组织现在也变成是我们中文的一部分 很少人知道这个中国近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名词 基本上都是从日本来的 在19世纪的时候 20世纪初期是末期 有一群人到日本留学 特别是在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前后 在日本留学的 中国留学生非常的多 然后那时候当时日本使用中国汉字的情况也很普遍 所以去日本留学 当时的官员就认为 第一个递进 很接近 你去没有花太多时间 在跟世界其他国家来比 第二费省 到日本呢 花的钱很少 这是当时的情况 那有部落部有组织 有所齐向有目标 所以是有人有组织有目标的 就叫社会 自书 自书当然就是词典 因为义 义这个字眼 是人聚会之称 义就是有一群人 一群聚落 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那因为是从口部而有区域也 从巴是表示它有法度也 这个严父对于中国自书的解释 这样 我没去查 这个是不是说文解字 或康熙字典 我并没有去查这个 那西学呢 国之界说 所以西方人把国的这个界定是这样的 由土地之区域 而其名任战首阅之国 我在年轻的时候学了政治学 国家有三大要素 土地人民跟政府 我学的时候是这样 所以这个严父的时候又不一样 所以不同时代对国的定义就会不太一样 而字书曰国古文之祸 就显得没有这个框框 这个框框好像后来有人说就是城墙的意思 没有框框 从一 地也 这边有个一是地 然后从口与手域之 这都是拆字来解释 官词可以知道中西字一之明何以 所以这里大致给你解释 在中国传统群是比较大的 观念 然后这个社会是比较小的团体 特别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自由结社 这样的东西 这是严父当时的了解 而一言两个字就是studies 研究的意思 所以这翻译社会学研究 跟翻译群学议员是 白话文跟文言文的差别而已 并没有说一言就是怎么样 就是研究的意思 而且没有别的书 那这个他谈到社会跟个人 这个每次都会引起一些有趣的历史的 这是1903年的书 东学就是日本人以一名而对于社会的称个人 你很难想象中国古代没有个人这两个字 然后所以严父才会说 这个东方人 这个日本人说的叫个人 而且这个当时是这样写的 不是我们现在写人字旁的 然后社会有社会之天职 是个人有个人的天职 或为个人名义不经见 就说中国人的个人这字 在古书上是看不到的 可知中国研制偏于国家 所以历来都说中国人是集体主义 不是个人主义 中国人没有那个个人的概念 这是经常提到 而不屑人人之私利 不屑不体会到人人私利 这个就有很多人说法不一样 很多人认为中国人虽然是集体主义 但是每个人都自私 而且自私要死 到现在我到中国大陆去 也有些知识分子就讲得非常独 中国就是13亿个自私鬼活在一起 好像就完全没有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都是表面上 有人这么说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反正我碰到的人对我都不错 我到全世界各地 所有碰到的人 基本上对我都差不多 所以我并没有这样的感受 然仆 仆就是我 一个谦称 现在没有人讲仆了 除了你看樱桃小丸子 谁 仆 仆就我 官太史公 太史公就是司马迁 言小雅下是诗经的 既小己之得诗 其留吉上 这我已经不太知道 什么意思 这在诗经里面 所谓小己就是个人也 所以古代他就讲 诗经里面有一个跟 当时的个人观念很像的 叫小己 小己 大抵万物莫不有种有分 这段其实另起一段 每一个万物都有一个整体 有一个部分 总约拓都 酷了吧 这拓都是什么 拓都就是toto的音译 不然的话你不可能了解了 总约拓都 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 我们大部分人在台湾特别是 你翻译一个什么东西 会附上一个原文 有翻译的不一定你同意 或者不一定你了解 我就附一个原文 你可能有不同的翻译 那如果在古代 这个到现在 那这个总就夸号total 你看一言全体 然后分呢部分叫妖逆 unit 它应该叫part 它跟它叫妖逆 然后一言单位 但现在unit真的是翻译成单位 所以这个是total跟unit 可是我们现在讲的大部分 total跟part 比较不是total跟unit 好 比 拓都也 好 这讲中文的毛笔 一只毛笔叫做拓都 就是总的全体 好就是毛笔的那个笔尖 那个部分叫做妖逆 犯是拓都也 一粒一粒犯叫妖逆也 国拓都也 民妖逆也 社会之变相无穷 而一一基于小几之品质 社会现象变化无穷 可是都是以这个小几 小几还是从诗经小亚片来的 这品质 这个呢现在叫做方法学上的个人主义 就是说总体的特质是由组成 这个总体的每一个部分 每一个单位的特质相架而成的 这叫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方法学上的个人主义 那时候没有这个观念 他只是讲到这个 没有这个方法学上个人主义 这个名词 事故群学举一其分 所谓明知必可言言 所以这个群学这时候 研究这个拓都跟妖逆之间的关系 后来当然很多人认为 社会学是很久 个人跟社会的关系 这是他的说法 另外接下来还有他对 严妇对 Spencer这本书的评价 在当时来看 他说不逆 不逆也是我 刚刚蒲是我了 不逆也是我 不逆呢 读此书在光绪七八之交 就七年或八年 就是1881年 因为光绪元年是1874年 81年跟1881年跟1882年 他就读到这本书 哲探得未成有 哇 这个书 真是没见过这么好的书 生平好为独妄偏执之论 我以前很喜欢做这种 很夸张的言论 即此始物其非 我看了这本书才知道 我这是走极端 这样是不对的 怯 怯也是我 所以你现在学到三个我 仆不宁怯 怯听起来是偷人家东西的人 现在谁叫自己叫怯 除非这个宫廷剧里面 对不对 后宫宫斗剧里面 这个陈怯 怯以为其书 时间大学中庸精益 这本书 虽然是西洋人写的书 跟中国古代大学 跟中庸这两本书精益 这本书已经把握得非常齐全 用这种方法 让这个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 能够接受这本书 可是当中庸知识分子 大家也会想 既然大学中庸 跟你现在讲的差不多 我读大学中庸就好了 我干嘛读你这本书呢 而初以详识 因为他比大学中庸讲的要详识 以格物置之成义正心 格置成正为置评根本义 这是大学第一章所讲的话 每持一意 他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论断 必使之无过跟不及之差 他一定举一些恰当的例子 即近世新旧两家之学 近世当时辛亥革命前 大概有这个保皇党 跟这个立宪党 保皇立宪党 跟这个革命党之分 如果当时中国选择了保皇立宪 那我们现在大概忙的 就是每次皇家要嫁女儿 或者娶媳妇 那就不会让英国赚美于钱 我们要是大清王朝 或者还是爱心绝罗士 那还得了 当然我们的税收就有一部分 是要交给皇室 让他挥霍 那大概后面的故事就很难说了 会不会有台湾跟大陆这个问题 会不会有这个共产党跟国民党 跟这种党的问题 就真的不知道 君主立宪 在欧洲大部分国家是君主立宪 法国大革命以后 我们都误以为先进国家 就一定是这种没有皇上的国家 结果你到欧洲去发现 很多国家都还有皇上 你觉得中国当时 为什么只选这条路 可能是不太知道 自己当时还有多少路可以选 当然不表示是差的 那是至少是我们姓孙选的路 对吧 好 所以有时候历史 万一当时走差了一个路 今天会怎么样 真的就不知道 好 这个既是新旧良家学 尤为对病之咬 希望你不要太现太旧 这当然是写这本书1903年 科举还没废 大清王朝也在 革命的势力也没那么澎湃 虽然谁都没有料到八年以后 十年之内 中国的天地就大变了 没有人知道 好 这个 虽隐喻发挥 繁复吊诡 故暗脉寻流 其亦未尝惠也 就你很容易看出这本书的主旨了 不管它怎么讲 其善性以下三篇 善性是大概最后的第四章吧 你可以看一下前面的主题 善性以下第三篇 真稀学正伐炎障 就是稀学的精华 就在善性以下第三篇 治愈之夜 舌尺末游 要强调治愈 我们德智体群的智就在这里 Spenser写过一本书叫 《教育论》 哎呀我没拿下来 还有一本书叫《教育论》 而我们现在的国民教育的德智体 就从那边来的 它Education, Intellectual, Physical and Moral 就教育论从这来 斯宾塞士此书 还是斯宾塞士此书 它翻译不一样 正不仅为群学导线路 所以它不是只是一个入门书而已 它这本书有很丰富的东西 就是严富对这本书的评价 那这本书的内容 这里面进入到内容 因为后来几乎不看这本书 你现在只有历史学家 研究社会科学史 或研究近代思想史 会读这本书 社会学界据我所知 没有人读过这本书 我再读了一点点 其他的同行没有听说 有人对这本书有任何兴趣 好在这里特别要讲到 这个是我们在一般 在当时没有很少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现在可能已经是尝试了 就是在政治观察跟判断上面 个人先天跟后天的特质 到目前为止是最重要的因素 教育的偏见 教育当然会训练你超越偏见 但会训练你落入另外一个偏见 阶级关系的偏见 国籍的偏见 政治的偏见 神学的偏见 这些再加上与生俱来的同情跟反感 对于影响决定社会问题上的信念 是比少许已经收众到证据还具有影响力 就告诉你这些东西都影响我们的判断 现在我们台湾正在大张旗鼓 紧锣密鼓了 在选举 不管你支持谁 你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支持跟反对者 他到底为什么支持 为什么反对 很多人也说不出原因 很多大概就是这些偏见 有的就同情他 有的就是反对他 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 就是看他不顺眼 那这个是他当初就发现这种东西 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超越 当然理论上你学了社会学 他觉得你可以超越理论上 但是我们现在当然事后的发展 发现学了社会学的偏见 也是另外一种偏见 好那另外一个他有提到的问题 这个一般也提的很少 他提到了很重要 社会科学研究会有至少三种困难 第一种困难就是事实本身的困难 你在念研究法的时候 那我会告诉你 要先界定你的研究问题 界定研究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困扰你的事情 因为你界定的方式不同 你可能研究出来的结果 就会跟别的人研究不一样 比如你要研究台湾大学的学生 那什么叫台湾大学的学生 你要从哪里去抽样 如果你只抽样校本部 没有抽样医学院 你可能出现的这个 就会有一些落差 那同理你就抽样医学院 没有抽样校本部 那你可能要讲的 这个推论的部分 就要有限度 所以事实本身的困难 后来马克罗伯伯提到 ideotype这个概念 就是要理念型 你怎么建构理念型 马克罗伯自己说 像资本主义这种理念型 每个人研究者在界定 他的研究的资本主义的时候 会不太一样 那根据他的研究的需要 那这样的话 恶果就是会造成一个 大家都在谈资本主义 可是大家讲的基本上 不是一回事 可是我们用了同样 资本主义这个名词 我们用了ideotype去建构 我强调资本主义是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人强调是那个 然后另外一个人强调是那个 所以虽然在同一名词下 我们基本上在基同亚讲 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这是事实本身的困难 所以在社会科学研究 刚开始都要界定你的研究对象 那研究对象就有一个 在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就是你的working definition 是什么 别忘了working definition 相对的叫real definition real definition 是理论上你要把所有的working definition 加起来以后才能得出的最后的结论 但是到现在为止 你只学到working definition 没有那个叫real definition的出现 没有 所以这个是事实本身的困难 第二 事实观察者本身的困难 我们作为观察者 或者我们受访的那个受访者 作为观察者 都有刚刚前面讲到 你的教育的困难 教育的偏见 你的特别阶层的偏见等等等等 就算是你是一个抱着 最开放态度的人 你可能都还会有一些 你自己所吸烟不察的偏见 所以事实观察者本身的困难 这后来讲到诠释学 讲到这个现象学 然后讲到其他的 就特别会提到 观察者本身是困难 同样的两个人去观察一件事情 可能观察的角度不同 看到东西就不太一样 第三是观察者 跟观察事实之间的奇特关系 什么奇特关系 你观察的事实 如果是你的同种族 或不同种族 会不太一样 不同种族通常会让你觉得 哎呦很新鲜 这个你到了外国 或到了异文化 特别有这感触 我们到美国念书 常常就会比较说 我们在台湾不是这样的 怎么美国人是这样的 我对于美国人排队这件事情 现在当然台湾慢慢有改善 美国人到哪都只排一队 有五个提款机 他也排一队 我刚开始就很纳闷 说五个提款机 为什么不排五队呢 台湾现在慢慢开始排一队了 但以前就是有几队排几队 有几个窗口一定排几队 那这个排一队呢 跟拿号码排的观念是一样的 怎么说 不管前面发生什么事情 你不会吃亏的 排五队的问题 是万一排 你排的那一队到时候没钱了 你怎么办 你忙插到旁边那一队吗 不行嘛 你一定回来就排到人家的后面 那当然就很怨恨啊 我怎么知道排到这一队的 这个提款机是坏的呢 总而言之啦 这个就是有这个观察观察事实者的一个奇特关系 还有国别啦 公民权啦 宗教信念啦 还有个人福利的困难 所以这个社会研究就是这么困难 因为自然科学没这个问题 你观察的人 观察的那要界定 你要观察哪颗星球 这不会有这个 不会有这个困难 你要造一个桥 那桥不会给你闹别扭的 你只要测好什么什么 比如说港珠澳大桥 这个在我们来看 哎呀这个是很大的工程啊 我碰到的工程 学工程的人 没有一个人认为什么事情是有困难的 就能做跟不能做而已 还花多少钱做而已 所以以前我问过 有人说台海两岸将来可不可能 盖一个高铁 问学工程的人 两岸学工程的人 都说可能啊 这不是技术不是问题 海底隧道啊 海底隧道要挖 哎呀 做好寒冬 在路上组装 然后沉到海底去 就可以了 我说蛤 对啊就是这样的啊 现在技术已经是 不是什么问题了 就剩下就是政治问题 要做海底隧道台湾 可以直接开车到大陆 或者通这个高铁 或者铁路 就没有一种东西 可以把这个美国的理工程 这些计划 要做海底隧道 这些计划 或者是有一个 那些计划 在海底隧道台湾 那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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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计划 也不可能 那些计划 可是一旦学工程 有了政治敏感神经 他大概工程 就做不太好 所以这也是一个 自然 学自然科学 跟学社会科学 因为社会科学人 会知道这很多困难 还不讲那个 有意加入的困难 好 接下来 这是讲的Adam Ferguson 因为Adam Ferguson 这些人 包括在Spencer之前 有一群人 被后来的研究者 称为叫 Scottish Moralist 很笨的翻译 叫做苏格兰的道德学家 其实他不是道德学家 不是那种道学家 他是讲社会科学家的先驱 那Adam Ferguson 就是其中之一 他Adam Smith 反正那时候 很多人叫Adam 这个是那群人 那群人的东西 在研究社会科学的思想史上 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阵子 中国大陆 几乎把那群人的主要东西都翻译了 好 他就说 这个Adam Ferguson 写过一本书 叫世民社会史论 第一部分 他们处理人性的一般特质 第一节 再指出核群的倾向的普遍性 这有赖于某些情感跟对抗 以及记忆预知语言沟通等等影响 声称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事实 是有关人类推理的基础 虽然这种说法将社会现象 从个别人性现象来说的广泛模糊 但就看到因果关系 所以里面简单地告诉你 就是Adam Ferguson 已经注意到人性的一些基本问题 这跟后来 Spencer 在后面建构的那个科学的体系里面 又讲到强调人性的部分是有关的 然后他也提到孔德的错误 因为我们一般人不念孔德了 所以这部分就很容易跳过去 那他跟孔德当时就是英吉利海峡两岸的 两个重要的民间的都不在学校里 都在民间的一个思想家的一个那 那两个人的有些想法是类似的 那只是让他们自己来说 他觉得对方有什么错误或不一样的地方 这两人曾经见过面 见面两人印象不太好 所以这到底是因为语言上的问题 还是因为两个人的各自都怀才不遇 或者看不惯对方 这就不知道 然后错误就是他很清楚地看书 有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呈现的事实 跟一群比较低等的群居动物所呈现的是一样 那这里就是人的动物性的问题 在两种状况中 必须先研究个体才会了解整体 这是他刚刚炎富说的 你要先了解小几的这个特性 才能知道群体特性 这是要方法学上的个人主义 但是有一个种叫方法学上 集体主义认为一个团体 除了研究组成这个团体的个体之外 还要加上组成团体以后 出现的新兴的事物 你才能了解整体 那个就不是从个体发生的 那个就叫方法学上的集体主义 这两个是一个大差别 叫methodological collectivism 那前面方法学上个人主义 叫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必须研究个体才能够了解全体 因此呢他的科学被把生物学摆在社会学之前 他认为这是错误的 他认为该有心理学 但是这个从土耳盖再往前推到这个孔德 对当时的心理学都没好感 你要想当时的心理学不是现代心理学 好他还把公民的设置跟社会设置看错 这种现象比单纯思想改变来得更深远 所以他看错了这个关系他认为 Spenser认为他忽略一个重要事实 他虽然承认人类是可以在思想上 跟情感上加以改变 但他坚持物种是不变的 他把个人跟社会变迁看得太狭隘了 Spenser的那个 然后另外呢他最严重的错误在于 世界各地野蛮的跟文明种族呈现的不同形态 只是一种进化形式的不同阶段而已 Spenser认为人类进化是单线演化 然后高级的文明就在前面领路 然后比较差的文明在后面跟着跑 就是一条线 马克思其实也是这样想的 当时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所以他说文明跟种族 只是一条线上的不同阶段而已 但事实上社会类型跟个别有机体的类型 并不形成一个序列 而是可以有不同的团体加以区分的 所以这个就多少展现出所谓的多线演化论 有好多条路可以走 条条大的通罗嘛 而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所以他认为孔德认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他认为有好多条路可以走 只有我们认为到社会的生长 生长成熟衰亡经历的转变 和所有有机跟无机的具体 这everage是一个聚合的东西 把它翻成具体 所有经历的都符合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只有当所有这些过程都同样受到力的决定 这个force的力的决定 然后呢 而且可以 而且是以这种力的发展展现之后 让科学解释 那这种情况下 社会科学概念才能达到 这个力的观念 大概现在社会学里面 不太有人强调这个 大概只有Budu 会强调一些资本 强调这个厂 然后厂 资本在厂里运作行 就跟力有多少点关系 那大部分不是这样 那但是一般人呢 这个文化界很喜欢用力这个 执行力 道德力 你看那书 怎么样强化你的记忆力 记忆力当然是很早就有名词 怎么样强调执行力 像什么什么 加上一个管理力 管理的那个东西 那他有贡献 不是只有错误 第一个他的社会学这本书 他当然没有一本书叫社会学 他的书叫实证主义哲学或什么 那这个Spencer可能记错了 当然在这时候可能讲的是 是早先的那本 而不是后来的实证政治系统 或体系 社会学导言的部分 深度广度前所未有 那在他之前 他对社会学的看法比其他人优越 谁是其他人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第三他确定了社会学对生物学的依赖 Spencer也写了一本生物学原理 也写了一本心理学原理 也写了社会学原理 他写的书非常多 你可以看著著作的部分 另外一个呢 其实这里面虽然讲得很短 但是有抓到一些重点 就是人的行为是受到什么影响 他说认知不足以影响行为 行为不只受到知识的决定 还受到情感的决定 所以在这里有一些哲学家认为 人的组成的部分有情感有理智 像那个我们上次讲到马克思的时候 提到这个菲尔巴哈 菲尔巴哈的这个类本质 就强调情感跟理智 还有那个情感他讲到心 还有一个意志的作用 所以这里面又跟后来 像马克思菲尔巴哈所说的 目的手段理性 或者跟这个价值理性 目的手段理性有人翻成工具理性 我觉得翻成目的手段比较清楚 跟工具理性 那是属于这个理性的部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情感的理性 那当然还有一个他多的就是传统的 那这个Spencer也有提到这样的东西 只是没有深入讨论 还要讲到心理学 这个是图尔干刚刚讲过 跟孔德都不赞成的 所以没有心理科学准备 就不可能有社会科学 所以现在的观念 大概比较接近是这个 所以社会系通常要 以心理系的心理学入门 当成一个通事的基础 那心理学系呢 也必须修社会学 当成一个相辅助的科学这样 那社会学跟进化呢 就是社会学的研究 是最复杂形式进化的研究 这个观念其实也展现在 土耳干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规则里面 他讲到社会演化的那个阶段 那个大部分人都不采用那个 如果老师出一题考你 说土耳干认为社会学演化 是分成什么阶段 大部分人的回答 而且老师可能也会认为 如果你答案是 从机械年代到有机年代 这个问题就 大概就可以答对了 可是其实最复杂的观念 是在他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 那个我都背不起来的 那个大概有分成几大类 我都背不起来的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会认为 那个是土耳干的想法 所以土耳干跟当时呢 都认为现代社会是 越来越区复杂形式 那方法学上跟人家 我刚刚讲到了 就每一个小单位的组成的聚集特质 就是受到各个小单位性质的决定 这个前面连那个严妇都发现了 这个名词不是 方法学上个人主义 不是Spenser用的 是后来的研究者用 具体谁用的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样的想法 就是一个方法学上个人主义 那他把知识的层级 你别忘了 这是拿来跟孔德对照 孔德认为知识 是从数学天文学 从语言到近 最后到社会学 那晚年还增加了一个 道德这个层次 所以你看这个表述方式是这样 但是你可以慢慢去 缺乏对人性的知识 就不可能了解社会行动 所以社会行动 是一个最高的 下面一层就是人性 缺乏的思想定律的一个知识 就不可能对人性 所以人性下面 还有一个思想定律 这个要去了解 那具体而言 什么是思想定律 或law of mind mind的字译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字眼 尤其英文到了中文 你具体是讲思想 是讲心灵 是讲什么 然后缺乏对生命定律 知识 就不可能是要解 思想定律 所以思想定律下面 还有一个决定 叫生命定律 然后要适当掌握生命定律 就必须注意 一般的生命定律 我们可以大体来说 这个讲的大概就是 这两项讲的大概是 生物学的东西 然后这个大概是 心理学的东西 然后这是社会学的东西 就是生物学 心理学 社会学 那这个孔德的部分 就是跳过了心理学那个部分 所以图尔干渣 后来很多地方 一直遵循孔德这个 他一直告诉你 社会学不是心理学 那为什么一定要强调 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 有社会学 有心理学就够了 干嘛要社会学呢 你们社会学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你们社会学能做什么研究呢 他就出来告诉你 我们社会学可以做这个研究 所以就研究了自杀论 自杀论就告诉你 你们过去从心理学研究 这个人怎么忧郁了 什么什么是自杀 我现在告诉你 人的自杀 跟他的社会条件有关 跟他宗教有关 跟婚姻状况有关 跟他的教育程度有关 至少把这三个东西引出来 就告诉你自杀 他谈的是自杀率 不是自杀 个别自杀的现象 那心理学只谈到 个别自杀的现象 那社会学谈到的现象 是不一样层次的问题 所以其实为什么自杀论 那本书的副标题 很不幸的中文都没有人翻出来 叫做社会学的研究 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我告诉你自杀 在当时跟在现在 很多人想要自杀 都想要个人自杀 那他要研究是社会自杀率 这个问题 可以告诉你 其实在大的层次上来看 这个自杀率 是受制于这些因素的影响 那现在我们有统计的概念 那这个大概都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 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很多人还是以偏概全 跟以权概偏 经常有 台大学生 一个人做了坏事 就你看台大学生 就一个人做坏事 推广到所有台大学生 同理台大学生做了一件什么好事 好像你出去都占了光一样 所以这都是以权概偏 或以权概 以权概全都是思想上的谬误 以权概偏 就叫做ecological fallacy 你认为既然台大学生都怎么样 那你是台大学生说你也应该怎么样 这个在推论上是有问题的 忽略掉了整体层次跟个体层次 忽略掉了拓都跟妖逆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 好 你看到这个进化程度跟思想跟情感的关系 在思想跟情感又决定了他的社会行动 对吧前面有讲 所以每个社会呢以及他的进化的某一阶段 感情跟思想必须得到适当的调和 感情跟思考 若是有时候叫思想 若是不能调和进化程度跟周遭环境 就不能建立起调和的模式 意思就是说思想跟情感就会陷入一团混乱 如果不跟当时的社会配合的话 这就是严妇觉得这很重要的地方在这里 这一个社会的程度 社会进化没有进化到那个程度 社会的思想跟感情没有进化到那个程度 就不应该用那种方式来生活 如果照这个标准 很多国家其实不能进入民主时代 因为他的民主的前提是 每个人都有相当多的知识 然后很多人对于这个社会的公益是有想法的 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 所以照这个标准 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值得进入民主 这些西洋人构想出来的民主 但民主当然很容易就滑落成叫做多金政治 现在在世界各国民主国家大概都这样 所以有钱人可以透过合法的途径 经过什么lobby游说团体去执行对自己有利的法案 有钱人可以透过政治捐款 造成这个政治人物对他的好感 这个都这样 你看这个我们亚洲的民主 不管在日本 在韩国 在台湾 你能够排除财团因素吗 所有的政府上台 第一个要拉拢对象都是财团 这两个人就互相会配合 你不讲狼狈我已经不好听了 因为确实国家的经济 和很多地方掌握在这些财团的手里 因为他们的这个兴衰真的关系是国家的兴衰 你想像美国 讲99%那次 就国家花了很多钱去救助某些资本家 或者那个资本家所产生的企业 你不要看他只是资本家 他要垮了下面很多人没饭吃的 思想情感跟社会进化程度是要互相配合才会 然后配合不起来 就会出现所谓文化差距或文化失调 这个上次我们应该说过了 那接下来意见跟社会结构 我们现在的意见就是舆论 大致说来 这个当然说不中不愿意 一个时代和国家的平均意见 是该时代国家结构的函数 函数当然就是function的意思 是受到这个的影响 所以他的平均意见跟他的社会结构是有关系的 但具体是什么关系他并没有说 至少他知道这个平均意见跟国家结构是相关的 跟国家政治结构或选民结构或者性别比例什么 可能都是有关系的 你看现在我们就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 同婚的问题 同志结婚的问题 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赞成的人大概就是属于我们社会的所谓多数人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是异性恋 那如果反过来讲如果今天同性恋是多数 那你异性恋要争取结婚权利 那是不是跟这个结构有关系 人口组成结构有关系 那民主国家有一个好处了 不是因为你少我们就不尊重你了 你少数还是这个投票 但是投票还是看多看人数啊 看人头不是看拳头啊 但是难道过了或不过就代表什么意思吗 这也是一个 因为这跟投票的人有关 有的人可能不屑这个制度 所以不去投票 有的人可能没空去投票 但是呢他最后是以投票的那个来计算 就像考试制度一试定终身 万一你那天的身体不好 你没办法考试 然后你不就毁了吗 我们那时代就有人这样 但你说365天你就偏偏那天身体不舒服 是有人是这样的啊 大部分人不会啊 有人真的是这样的 好再回到这 社会存在必须有可以容忍的和谐 我一直非常喜欢这句话 他没有讲到冲突 也没讲到没有冲突 因为后面的人都会说 结果那边好像就摆除了 这个时候有冲突 好像这个人是活在什么象牙塔里面 没有啊 有些冲突是可以容忍的 吵架打架会有啊 但是不会闹得很大的话 基本上是属于和谐的状态 所以他必须有可以容忍的和谐 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去协调 都觉得自己吃亏了 另外这个也跟这个 新旧思想跟制度的交替啊 适合旧社会的状况的思想跟制度 却不适合从旧社会中产生的新社会 就是制度跟思想之间会有一个落差了啊 尤其到了某个年纪啊 我年轻的时候也常常觉得老人家怎么老这样 老讲那些我们根本就没有经验的问题 我的上一代大概都经过战争 所以都一直在讲战争的事情 那我们从小就没经过战争 所以每天听他们讲 听了你都烦 然后现在自己变老人了 常常跟你们讲什么话 你们都不知道 就是哈 这你也没学过 哈 那你也没学过 我上课常常讲一个事情是 大概我记忆有一些事情 譬如说邓如文是阿富安 哈 你们都不知道 我就助理上网 刚好这次的课 那个教师好像上网有点困难 讲说哈 你们不知道 所以我现在最大的惊骇就每次 哈 我觉得我光一次 上完三个小时的社会学课 我不知道哈几遍 所以说就适合旧社会 不适合这个新社会 而会存活到新社会状况 一直到新的社会状况 产生了自己的思想和制度为止 旧的思想和制度 在存活过程中 必然会和新的思想和制度 产生冲突 也必然会造成 个人思想和行动的矛盾 你到处遵循哪一套价值哈 为了社会生活的延续 在新的没有准备好之前 旧的必须持续 这是正常发展 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永恒的妥协 所以新旧必须维持 某种程度 彼此可以接受的一个存在的状况 才不会出问题 但是 这个状况能持续多久 这是一直是一个大问题 我最近读到一个人的说法 说北京大学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因为民国初年还有一些守旧派 还有一些新的派 所以为什么太元培当校长的时候 要提出兼容并报 他主要的是要让新派的学者 在北京大学有立足之地 但是后来还是不行 所以大家还是搞犯了 那旧派的学者就觉得 你们这些人不遵守传统 你们这些人才学了什么样子 你们就开始邯郸学步 所以旧派的势力很大 太元培在那时候 折冲遵守很不容易的 那我们现在在台湾这个变化 比较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大 我们大概问题 大概政治问题 可能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那跟这种旧的跟新的 就不能相比提并论 就怎么样旧的跟新的并存 那许多的问题 包括在科学哲学上 论述新的知识 怎么取代旧的知识典范的问题 有几派说法 传统的说法 就因为新的知识 涵盖面更广 可能解释的东西更多 所以它会胜出 结果有人就从历史上说 未必这样啊 有的后来证明是真理的 花了很长时间才确认 譬如说这个 这跟权力有关 谁掌握权力只有掌握真理 这已经跟知识本身无关了 这个特别受到像妇科这样的影响 所以在德国的有一些学者 不多 他们叫做 Finalization Thesis 叫做终结化理论 我以前学过一点这个 他说当一个学科很成熟以后 基本上没有什么在发展 像我们这种知识社会学 他觉得有影响学科发展最大的力量 是政治力量 政治力量 那当然你看像这个 知识社会学不太有人教了 你上课到现在 你应该知道大概到90年代以后 就没有什么人讲这个学问 那影响它的是什么 就是看有人要教跟不要教 还有人要听或不要听 对于知识怎么取代 怎么被取代的说法 这个我觉得最有意思 听起来像开玩笑 但是真的有人这么说过 我有一次在跟朋友的通信里面 我就提到这个 他说你开玩笑了 我说不是不是这是某人讲的 他说你记错了吧 后来他就更正了 说我讲的是对的 好 这个说法是这样 为什么新的知识会 取代旧的知识 因为主张旧的知识的人 或主张旧的学派的人 死光了 没有信徒了 这自然就没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 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没有传人了 就没了 但是在你如果研究思想 很多事情好像也不是这样 因为你有书 你的书会被重新发现 然后当重新发现 发现你有意思的时候 你会造成一波风潮 所以这不完全是那样 所以知识怎么被取代 我从这里思想跟制度 这交替的问题 我有联想到 这个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百之百好的说法 好 那这个最后 这个也是提醒各位同学 就是说有人会问 那我们学知识社会 我们学社会学 是不是都比较激进 或者在台湾有的说 你们学社会学 是不是都绿的 我说脸都绿了 那是有的 譬如说社会 科学的研究社会学 可以比较公平的了解 不同的政治 宗教跟其他的团体 这是理想 你可以比较公平 然后我们就站在两面来看 如果你是绿的或蓝的 或什么颜色 你就没有公平了 你就站在某一个角度来看 社会科学跟社会学 在当时是同意志 在这边设计 社会科学所开创 跟发展的观念 同时是激进的 也是保守的 蛤 不是激进就是保守 没有没有没有 它不是either or 它是both and 激进到一个现今 激进主义的想象以外的地步 我们激进到你都想象不到 保守到底 保守你们都想象不到 两边都想象不到 那这话某种程度是废话 也是真的 因为你想象不到 我怎么跟你说呢 想象不到啊 那佛家话不可思议啊 好 所以这话真的是像口号 你不知道他讲什么 你就知道他很厉害 但你不知道有多厉害 由社会学的研究所揭示的进步理论 可以缓和两集团里的希望跟恐惧 这个跟前面严妇说的一样 在清楚的看到社会中 结构跟行动是受到各单位性质的决定 所以结构跟这个 结构跟行动不是随随便便的 是受到各单位的性质跟决定 简单来讲 国民的国家的那个 是受到国民的 每个组成国家的国民的这个性质决定的 翻译成白话 是这样 以及除开外在的干扰之外 那外在干扰是没有办法 各单位若是没有在本质上跟永远的改变 则社会也无法在本质上跟永远改变 所以邀逆啊 你邀逆要变啊 unit 所以国民素质不提高 你其他都没话讲啊 那国民素质怎么提高 这其实是互相 互相 不是国民素质提高了 其他才提高 有的时候结构提高了 然后国民素质相对就提高 那是一个有时候很难很难区分谁影响谁 我们很容易看出巨大的改变是不能突然达成的 所以严富后来不是革命派 因为他相信巨大的改变是不能达成 这跟Spenser想法是一样的 我觉得革命派真的太激进到中国当时还没准备好 所以后来军阀混战 但是哪一场革命是真的准备好才革命的 好 所以人类有一次以来革命就起来了 起来了然后就顺着形式变成后来那样 都不是当初想象的样 不是在自己选定的状况之下 不是随人的意志 都不是 改革可能比较像 但革命绝对不是 好 所以这是Spenser的那个 然后说 就学说能影响一般行动而言 进化的理论在社会应用可以产生稳定的效果 在思想行动意然 可是有些人认为这个进化论 觉得进化的观念太正面 其实社会的发展不是这样 就一定要把它翻成演化论 可是在当初这个想法真的是进化论 不是演化论 演化论是后来看到很多所谓的进化发展结果 不如有些人的想法 所以才把它翻成中文的比较叫演化 没有进的这个 因为它至少也不是退化 但那个是否是进 这个价值标准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各位要注意到这个翻译的标准 英文一直没有办法 一直叫evolutionism 当然有人加上在这个前面加个re 就revolution加个r就好了 revolution跟evolution就差在英文就差那个r字 所以有人就夸号r 然后evolution 所以到底是revolution还是evolution 英文就可以玩这个文字游戏 中文革命跟改革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那格字都有一个格字 所以这里面就是进化有稳定的效果 那这个呢就是稳定进化论 而不是突变论或突然变化的 不是 那革命某种程度是一个突然的变化 所以就不是进化 然后在这里就有一个大问题 如果进化是各个社会条件决定 那人不能干什么 你就别干嘛 他不是的 他就讲到了一个非常含蓄的话 我看看那话在哪里 这你可以慢慢看 好 这里最句话 如果进化就是它可以决定 人们必须看出他们所能做的事多么的少 人很难做什么的 但是呢就算如此为少也值得去做 这不是心灵鸡汤了吗 然后呢以哲学的镇定来联合慈善的能量 这你听得懂吗 翻成白话文就说你要不要浩高骛远 然后呢你要对人慈善 可对人慈善有什么用呢 照进化论有些人就是注定要毁灭 优胜劣败啊 适者生存啊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然后那些没有survive 都是unfit 不适合的人 你干嘛让他活着呢 他死了就活该啦 穷人啊 贫困的人啊 残疾的人啊 都该在社会上消失的 所以就uniting philanthropic energy with philosophic calm 就当然就有一个类似同音的这种 就意思说做得很少 你还是得努力做 就这样 所以你也可以不努力做啊 因为你觉得反正进化会有他自己的轨迹嘛 生命总会找到他自己的出路嘛 这不是那个什么电影里面讲 另外一个就不在这个书里面 在别的这个编的文选里面 最常讲到 因为我这个讲义是很早以前做的 那以前还有学生参加考试 这个是考题之一 答案未必是像我这么复杂 就是这个biological organism 跟social organism有什么异同 这是入学考试 什么什么考试最热门的题目 这叫organic analogy 有机体类比 有学生问我 我说好吧 那我就看了书 有这几个整理一下 其他都是二手书 根据什么写的我不知道 这是根据这个 spenser书 相同处 生物有机跟社会有机 都是部分之间相互依赖 这是后来所谓的什么 关联主义关系 主义relations 就是这种 基本上就是这种东西 就是用有机体的一个幻想 虽然你已经不用有机体类比了 我们现在不是说是那个network analysis 不就人跟人之间是有联系的吗 都一条可以画出来线嘛 第二分子之间相互合作维持全体的利益 对啊你不维持全体利益中间断掉的话就是 就没有了 对不对 合作的程度是进化指标 这是相同的地方 你不合作身体跟身体打架 对啊 比如说癌细胞的问题 什么叫癌细胞 我得到癌症的朋友跟我说 每个人都有这种细胞 就那种细胞的比例高过了一个程度 就叫癌细胞 它如果小于那个比例 那种坏的细胞在那 那不叫 那还ok 所以他要检查你那个指数 指数就是 就像刚刚我们在教孔德的时候讲的 那是程度的问题 都有 不是说你就完全没有 或完全有 就是有 但是在一个程度 所以这个是进化 相应之处 生物游戏是固定的 社会游戏是不固定的 生物游戏是对称的 社会游戏没有这个对称的问题 然后生物游戏是只有一个感觉中心 社会游戏是所有感觉都就是这样 因为现在这个 这种东西已经没有人再提了 在我当初回来教授的时候 这还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题目 那另外一个社会类型的分类 我们在孔德的时候说过 孔德把社会类型分成军事形 跟工业型 这个呢后来变成是 Spencer的拿手的东西 那很多人不读 那个孔德只读 Spencer的时候 就认为这是 Spencer的发明 真是不读书啊 好用来区分社会的最主要差异 所以组成分子的程度 是简单还是复杂 还是双重复杂 还是三重复杂 这个跟图尔干 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里面 讲到那演化 是差不多的分类方法 第二以军事为主还是以工业为主 就军事型社会和工业为主 就是军事型社会 防卫和攻击组织相当发展 还是维系组织的相当发展 只是两种分法 接下来这段非常的重要 尤其对东方人 现在我们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据研究者认为 应该是斯宾赛主义 因为达尔文不太管社会的事情 斯宾赛把达尔文主义 应用到人事现象 所以被英文称为Social Darwinism 其实是Spencerism 是斯宾赛的想法 所以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借人家的名字 来发展他的想法 OK 那当然后来因为这个 我们的各大的老师 这个萨伊德教授 我在各大的时候 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 后来他红成那样 我都觉得有点后悔 就完全不知道他是谁 那各大校园可能见过 也没知道他是谁 他用了 他写了一本子叫Orientalism 叫做东方主义 所以呢 东方主义就变成用来 这个西方人歧视东方的一个 代表代名词 那所以我就用了这个 斯宾赛的东方主义 就是这样 斯宾赛在19世纪 是日本知识分子敬仰对象 那个就是私粉 我们假如可以这样讲 日本有一堆这种 斯宾赛的铁粉 知识分子 尚从政府官员到 一般知识分子 大家都非常敬佩他 斯宾赛是一个不用去做事 就是赚很多钱的人 他怎么赚钱呢 他就是告诉你 在书里面贴一个广告 说我接下来要写这些书 请你们预约吧 日本人就 砰一下就预约了一堆书 那还不想在英国本地所卖的书 所以他几乎不必 不必做什么宣传 就赚了很多钱 日本人对他荆养有加 认为他是不得了的人物 日本一直这样 日本好像有一个团体 是专门请名人去演讲的 日本对知识的强调 那是超过我们台湾跟大陆人的想像 超过中华文化人的想像 所以他们对知识的投入这一点 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而且很有成果的 我看到有人的记载说 日本人说在21世纪 在2036年之前 要得到36个诺贝尔奖 今年2018年 他们已经得到18个诺贝尔奖 那他的回音很有趣 你有沒有发现 日本的钞票上印的 全部是日本文化界的名人 而没有一个政治人物 我很少去日本 那他就有那钞票 你看福泽玉吉 你看这个谁 所以说日本人 强调文化的重要性 这当然他的归因 这个写这个文章的归因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 这个回到这里来 所以他是受日本之分的敬仰 当时日本的祝英公使 他姓森 摩里 尤里叫阿里 摩里阿里 曾经像 这个像答错 像石兵塞请义 你是这个 住英国的 你就应该跟当地的知识分子 去跟他请义 当然外交人员 现在很少人做这种事 因为这真的是 吃力不倒好的事情 你应该跟那边的官员请义 干嘛跟知识分子请义 他是这样做的 所以1892年 石兵塞写信给日本的金子坚太郎 金子是他的信 金子坚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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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的大致内容 我想应该可以找到 我曾经碰过一个日本学生 他那时候 后来半年就不念 不知道可不可以找到金子坚太郎 当初写给石兵塞的信 我相信可以找到 但我是从英文来看的 就从这本书 所以从这本书看到的文章 那就是石兵塞的回信 但并没有那本原来的信 但从他的回信 大致可以看到大概在讲什么 第一个提倡渐进改革 这个我们刚刚介绍以后 你就知道 因为进化的力量 他绝对不会相信革命 岩父也受到这本书的影响 所以不会相信革命 我给申先生的建议如下 申尤里先生 意义定中的新制度 应该尽可能移植到现存制度之上 就是要改革了 不要把现存完全废了 以便不会打破连续性 也就是说 不应该以新的形式取代旧的 而是要逐渐改变 日本 他建议日本 所以日本一直是君主立宪 日本并没有革命 把天皇给干掉 没有啊 我相信日本 当时一定有人觉得要革命 要一个现代 没有啊 日本到现在 你会听到日本人有任何那个吗 我一九九几年在香港 那时候 一个平民女子 外交官 嫁到这个 嫁给这个 日本天皇的儿子那时候 亚洲都觉得 哇一个现代女子 又是外交官 嫁进去 这不是走进传统路线吗 他一定觉得很憋屈吧 什么的这样 结果我就问了 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 那时候在写论文的一个 日本的一个人类学家 我说你怎么看 他说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他要是我嫁到皇室 这已经是很光荣的事情 所以他不懂为什么媒体 都写说这是对现代女性的一个压抑贬义 他说那个女生一定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 他说我们日本人都觉得嫁入皇室 是一个尊荣的 我那时候想 你是现代妇女吗 怎么还会想要嫁到皇室是尊荣呢 所以这个 这个是至少对我来讲 是一个一心耳目的一个说法 好 另外呢 建议这个跟欧美的关系 日本跟欧美 别忘了的时候 明治维新刚开始 要先给予某些特权以免遭殃 你看这建议是不是很那个 你不给他特权你会遭殃的 你没看中国人鸦片战争 把他打成那样 然后赔了一堆钱 你们日本人小心啊 你们日本没有中国那么大呀 小心一点 我认为日本的政策 应该跟美国人 跟欧洲人尽量保持适当距离 这是不是什么样的理由 你自己想 在这些强力的种族 带来永无止境的危险 所以你要小心尽可能不要让步给他们 又告诉你他们很强 又告诉你要小心 所以呢你这个让步呢是逐渐 照看来你们应该采行对你们自己有利的 唯一的互通形式 是不可或缺的商品的交流跟思想交流 然后呢体力跟脑力产品的进口跟出口 我觉得脑力产品的进口 这点日本人到现在真的还不得了 我觉得中国人广义的 Chinese这点还不够 中国人都觉得自己很伟大 外国思想真的没什么 从清朝末年就中学为体系学为用 那老歪那几个东西能算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最坏最坏的想法 没有脑力的这个 对其他民族不必给 不必这个比打错 不必给予这样的优待 但是给其他较强力的民族 意思说 你碰到老大你就低头吧 老大要做什么 你还是给他一点什么嘛 除非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所必须 很显然民政提议要修改欧美的通商协定 将整个帝国开放给外国人跟外国资本 这是日本人当初想到的 我认为这是一项致命的政策 如果你想知道后果 研究一下印度的历史吧 意思是印度全部开放给英国 结果搞成国家烂七八糟 那个像一个泥巴 反正那个殖民政府也起不来 然后英国也起不来 到现在为止 印度虽然起不来 印度是核子国家你知道吗 他们有核武器的 没有人太理他们 因为他们自己就已经乱了一塌糊涂 所以日本印度不像北韩 会构成世界安全的威胁 没有 因为他们对世界安全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威胁 他们多少人呢 印度十亿人好像 地方没有中国大 但是人口比中国多 平均多到不可对 然后贫富差距 有时候就一墙之隔 在墙那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 然后墙之外住了一堆平民 这个我看过那个电影 也看过纪录片 然后你知道那塔基 塔基马哈林 那个很漂亮的那个 那个是因为镜头只照那个 你把那镜头拉远一点 旁边全部是贫民窟 全部是贫民窟 我看过一个英国节目 我都不敢相信 他就在旁边绕 全部是贫民窟 那塔基马哈林在那里 然后那个位置就是当初 戴安娜王妃做过的位置 每个人都希望在那位置上拍照 因为戴安娜王妃做过那个位置 好 虽然这个题要修改 我认为这是一项致命政策 如果你能够知道 你想知道后果 研究印度吧 一旦让最强力的种族获得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 对家也报复 视情况而定 这个欧美会派兵攻打 一部分土地会被占领 成为外国租界地 这个在中国已经发生 在当时中国 并且会慢慢也变成 恐怕日本帝国都入敌人之手 那时候就认为 大清王朝这样下去 他是一族不说了 那个外国殖民地这样 每次搁搁搁搁到后来 中国就没了 就当时王国王总之说 盛宵成上 你看这是日本人 也差不多 我认为您很难避免 这样的命运 但这样的过程恐怕容易一点 假如人家外国人有一些 我提到特别优惠 你还给他一点好处 不要什么都给他 也不要什么都不给他 这不就走一个中庸路线吗 给他一点好处 然后外国人不得拥有财产 然后年定租约 第二个不准跟 不许外国人开矿 可是现在呢 很多人因为要 要吸取这些物质 都是开矿 然后就跟你政府签约 然后就去开矿 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这样 控制沿岸贸易 禁止跟外国人通婚 可是这样是不是也是 不要污染 欧美人士的品种啊 因为日本人被认为 不是高级种族啊 可是讲日本容易啊 讲中国就很尴尬了 我们是烈等民族啊 烈等民族 怎么跟人家通婚呢 我们希望高潘呢 这叫hypergaming 英文还真有这个字啊 我们的英文中文叫高潘 或者这个这个中国大陆叫什么 潘高枝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我以为是猴子 讲潘高枝 然后美洲中国人 因为这个原因 我相当赞成美洲 美国人限制中国人移民 这听起来像川普啦 因为中国当时移民 全部都去修铁路的 是廉价劳工啊 就像现在的外劳啊 我们在台湾看到的 你基本上也不能带 带家眷去啊 所以光棍特别多啊 所以那代中国人 就叫猪仔啊 就在船上被运的 然后在船的过程里面 就会死很多人啊 这孙中山以前 他们都知道啊 如果我有权力的话 我会将他们限制 到最小的范围 我们现在各国的这种 外籍劳工的配额 也是一样 各国政府都希望限制啊 我做这样的决定的理由 是因为发生两件事情 假如中国人被允许 广泛居住在美国 如果他们不相互混同 中国人就会成为 一个主要种族 意思就是 美国就会变成中国 这是惶惑的恐惧 各位知道吗 因为美洲就是这样来的啊 美洲本来是印第安人的 如果照先来后照 白种人来了 白种人就知己繁殖 就把印第安人给干掉了 不是吗 那他知道啊 我把别人干掉了 那我们怎么能让别人 来干掉我们呢 各位懂吗 移民社会对这个特别敏感啊 因为我当初 我们祖先就这样来 来抢人家土地 现在别人来抢了 Come on Give me a break 我懂这一套啊 我当初这样得天下 我怎么能让你这样 也得天下呢 有意思吗 我觉得这 坦白到一个地步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在现在这个移民 移民变成社会的 很多社会的主要问题的时候 这还是一样 如果像中国人太多的话 就会变成一个主要种族啊 如果不是奴隶的话 也会是一个近乎奴隶的阶级 你不能这都 万一还不是奴隶的 你看现在亚洲 哈佛大学 限制亚洲人 入学的那个SAT分数 给他限制名额 如果不限制名额 在早先 哈佛大学 全部是犹太人在念 在现代 大概全部是亚洲人在念 哈佛大学就是亚洲人的天下 亚洲人成绩好 亚洲人补习啊 你知道中 在加州 一群台湾人 跟大陆人 已经把台湾这个补习文化 全部搞过去了 1990年代 我在加州的时候 还没看到那么多补习班 现在还有很多我的亲戚 其中还有人在里面当家教 这些人考SAT分数都非常高 尤其是数理分数 都在戏骨 爸妈都是条件都很好的人 都是在台湾或大陆或香港或哪里 已经是精选又精选的父母 然后到了美国去念书 然后生出了小孩 这强 这某种程度是有机的 所以哈佛大学限制 大家就很尴尬啊 你如果不出来 好像你没有卫乎族群的利益 你如果出来了 可能人家到时候排华 或者他们想通婚的话 他们就生下坏的学种 Bad Hybrid 有的叫Bad Blood 在这两种情况下 假定移民数量很大的话 就产生社会的罪恶 你看现在的说法差不多吧 你觉得川普很新吗 没有啊 19世纪啊 最后导致社会截主 早先社会学里面 有一个主题就叫社会截主 Social Disorganization 欧美种族和日本人混走的话 又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所以这到底是 现在当然没有人这样讲 对吧 没有人这样讲 但是有没有人这样想呢 好 因此你可以看出来 我的建议在各方面都非常保守 相对于那基金来讲 它真的是保守 最后我还是要说 我开始说过的一句话 尽可能跟其他种族保持距离 那日本人会被灭掉吗 或者其他落后民族 跟这些种族保持距离 你技术上不如人 什么都不如人 最后是不是就 优胜劣败被灭掉 好 这是英文本的经节本 经节本都已经变成一大本 那有差不多四本这么大的本 那后来英文有把它说成两句册 然后这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中文译本 一样的内容 一样的译者 就不同时代出版的时候做的 都是田石刚先生翻译 它从意大利文翻译 那中国大陆有这种人才 台湾大概没有 这本书呢又 是这本吗 不是 是另外一本 有一个法文译本 因为它会用法文写作 也会用意大利文写作 它一生一直有这种跨两个学科的那个 那它另外最有名的地方是 它是经济学家 在经济学里面Pareta非常有名 它有那个什么二十八十原则 全世界什么一个社会的百分之八十的财富 聚集在前百分之二十人手里 类似这样子的比率 然后几年前有一本书就是二十八十原则 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社会的财富分布是不平均的 包括聪明才智分布也是不平均的 等等等等 那这本书呢 因为我们念大学的时候 然后这个叶启正老师还有教Pareta 后来的人几乎都不教了 第一个因为他的书 他的观念不太容易懂 第二个就是 没什么可以看的 没有译文译本可以看 在台湾当时你也买不到 有音译本又很厚 当然一般人也不会看 好普通社语学纲要 这是意大利文 那意大利原文有几个关键字 中文翻译不太一样 然后有些关键字后来就不见了 我讲Pareta 不是要介绍他的完整理论 没办法介绍 因为我讲 我看不太懂 但是对于他错误的地方 我看得非常清楚 我只是要举出错误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这个我没列在这次的讲义里面 如果各位要的话 我再去把它找回来 我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这个什么 Pareta的 顾名不可思议 我们常常要顾名思议 对不对 你看这个概念的名称 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就告诉你 这里是不能这样想的 好 它的用词非常怪异 你看这个 我们用英文来讲好了 这意大利文不太一样 但跟英文字根差不多 一个叫derivation 一个叫derivatives 这字用的非常的少 derivation用的比较多 然后这个不同的翻译 有演绎啊推理啊 那个一般字是演绎推理 在Pareta来用呢 这边叫演音 演生的原因 这叫演生的道理 然后这个派生物或派生论 这个大概是原来早期 孙本文就这样翻译 1949年以前 这个名词就被翻成派生物 然后演理呢 应该是从这个 当时我的学长 蔡景昌老师 蔡景昌学长的翻译的书里面 他把这个名字翻成演理 在那之前都叫派生物 所以中国大陆 现在还流行的派生物 这种翻法 台湾大部分人都根据 蔡景昌的翻译 变成演理 好 那derivatives这个字呢 他当初有讲 但是后来就 就不太被引用了 还是派生物 那派生物跟派生物有差别 那这个字是看起来有差别 你这好歹派生物 这就是派生 什么之类的 派生士 什么之类的 好 那residue这个字 英文跟英大文差不了 这个也叫残叉 这个叫剩余物 这真的是一个老翻译 那蔡景昌的翻译叫残姬 后来我 这个字典后来是我叫定的 我就把它也把它叫定了残姬 因为台湾人比较常用这个字眼 然后这个精英这个阶级 大家都翻成精英 只有中国大学翻成精英阶级 把这阶级这个字把它翻出来 好 那它一开始有区分社会行动 分成逻辑行动跟非逻辑行动 逻辑行动就是注重手段跟目的之间 那这跟Marx Weber著名的目的工具行动 或者有人叫做目的理性 目的理性 有时候你不知道 你很容易跟价值理性区分混淆 它应该就是你要考量到目的手段 所以我比较喜欢翻译的就是目的工具 或目的手段理性 因为后来法安科夫学派常常强调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所以就变成工具理性 然后韦伯那个原来讲目的跟手段 手段跟工具在中文是一样的翻译的意思 所以你这样连起来讲 比较不会被误会 那价值理性就是不考虑手段 这个是考虑手段的 所以强调手段或强调工具 是也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就怕被误会 所以呢这个大概是这样 那非逻辑行动就是不强调这个东西的 那不强调这东西在Marx Weber里面 就有所谓的价值理性 或者跟理性无关就是情感行动 或者传统性行动是这样 那这个分类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问题在这里 Paretto的书呢是每一段 用自然科学方法编成结 然后用结来编号 比如说第几节 比如说就这个两个S的符号 这样子像麻花一样 这是第162节 跟第868节 就算是他这个书变成精简本 结束还是按照原来的 所以呢你这样查很好查 就像在这个柏拉图的书 或亚里士多的书 在早期有个人叫Stefanus 他就把那个用 不是用编码的方式 用断的方式来编 所以大部分在引用柏拉图著作的时候 就用这个Stefanus的编码的方式 就是来讲说这句话出自 譬如说第20个V 然后什么B多少Dash多少 就比较容易查回去 严谨的翻译都这样 那这个也是 所以我后来还著名了一个 这本书135 1935年这本的88页 这是现代著法 你其实只要写说162节就可以了 因为所有现行的Paretto的书 都是162节你都查得到 没有什么差异 然后跟868节都有一样这个图 中间我曾经翻过 没有地方再有这个图 所以相隔了这么多节 大概相隔了700节 那前后说法呢就很不一致 那一般的教法 一般教法书如果有的话 特别是阿宏那本书 只讲到这个868节 没有讲到162节这件事情 所以你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看书只看了一半 懂吗 阿宏只告诉你一半 那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阿宏是法国人 而且原能力应该比我们强很多 他怎么会眼睛看这个就看成这样 我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大获不见 好他的ABC是这样画的 ABC 然后三条线 这个A呢在这个161节的时候 他说是假设的心理状态 这个是我们通常不知道的 我们要必须靠假设的 我们知道的是他的行为B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做了一个行为 假设的心理状态是这样 然后你坐公车 有一个人忽然间大喊大叫 大喊大叫是我们看到的行为 那你要假定他是疯子呢 还是他被虫咬了呢 还是怎么样 假定的心理状态 大部分人现在在捷运上看到有人跑 你就跟着跑 你不要问为什么 你就跑就对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看到一个人跑 那你还是假定他是为什么跑吗 还是你就先跟着跑呢 因为有的捷运的杀人事件以后 你会联想一定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然我们当老师的 没有人敢拿捷运开玩笑 说各位同学你今天回家 在捷运上你就跑 你看后面干什么 这个以前大概还可以做 现在这种学术论理 这个问题你还引起恐慌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 绝对不能做的 好所以你看到一个行为 你会假定他是为什么做的 然后C 情愫的表达 这个他会有一个 或你看到这个行为 跟他情愫表达有什么关系 原来是讲行为情愫表达 跟假设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假设心理状态也是不知道 都推知的 老师今天不来上课 比如说 那老师为什么不来上课呢 老师生病了呢 家里有事呢 走错教室了呢 忘了呢 你有N种可能性 然后你作为一个学生 请问老师不来多久 你可以离开啊 没有规定嘛 对不对 你什么考试几分不到 什么开场考试十分不到 就要取消考试资格等等的 都有规定 上课没有规定啊 然后我们以前就很困扰啊 尤其大一新生 有些老师是很随性的 早上的课大概会迟到半个钟头 你第一场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老师来不来啊 那你想反正也没地方去 在学校自修 在教室自修也可以 所以用这种方式 那的话你发现 他有这个习惯 我们以前有老师课 在上午跟下午 最早两堂跟最后两堂 所以最早两堂不来 你下午就不用上课了 那时候也没手机 你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很多人就干脆不来 所以这个有很多种情况 一样 那老师不来是为什么 同学不来是为什么 我看到的是缺席的状态 但我怎么去假定你的心理状态呢 是因为你身体不好 你在忙着写功课 你是干嘛 还是你对我的课不爽呢 这种就会有很多不同的人 好 你看到868节 它本来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东西 变成这样 这个A叫残疾 如果假定是心理状态 好 他给它一个专业的名词 叫残疾 residues residues 通常在数学就是 你算完了 像余数 像这样的东西 言理B 就是它的行为 那这里是理啊 听起来已经不是行为 而是一种说辞 第三个叫言论 行为表达 这后来就不见了 所以在当时我们念书的时候 老师常常说 这就是你的心理状态 这是你做的事 这就是你的说辞 所以这个说辞呢 就在掩饰你的心理状态 跟怎么样对你的这个行为 做一个这种合情合理 合乎时代要求的一个表述 所以那时候呢 经常在讨论的问题 或者是考试的问题 我记得我被考过这个题 就请问 言理derivations 跟马克思所讲的 意识形态有什么差别 意识形态是从经济下层跟上层 然后我们只好说 这是心理跟那个 你就做一篇文章 然后就是这题的价值在这里 我一直记到今天 好 但是呢 这其实说不通的 为什么呢 这完全 完全忽略 他可能写到868节的时候 忘掉160节在讲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言论没讲出东西来 你看啊 用语是不可推测的 我们绝对不可以从字面上 或者语言上 etymology 来推测这些字的适当含义 所以用语不可推测 我就这样 他们只是分别代表A B C而已 词外无他 这是Paretto自己讲的话 你再看一下 这不都有字吗 如果是A B C就不要写了嘛 那A代表什么 B代表什么 C代表什么 其实都可以代表什么 彈是个三角形嘛 不是嘛 你一定要画直角是一种方式 你画成这种 等边三角形什么之类也是嘛 对不对 那个就是数学上 有不同的意义嘛 几何上 好 所以那你说 你前面用这个名词 先告诉说不要 不要来推测 这是Paretto讲的话 然后音译者呢 你看啊 你觉得这家伙有在翻译吗 这比花博那个记者还要夸张啊 音译者叫Arthur Livingston 他说巴列图啊 并不常用演论一词 这句话是对的 他用完你就找不到 可能是因为 你干嘛推测呢 不是说不要推测嘛 可能是因为他的功能可以用理论 或者更好的非逻辑实验理论来替代 这句话就讲错了 如果这叫理论 那 那这个是什么 理跟论 这真的不得不得已的翻译 这两个论到底有什么差别 其实就是一个大问题 我怀疑Paretto懂 如果这是一个行为 这个情述表达 就应该跟理跟论 就应该没有 就不应该对应这样 好 这可能是我翻译的 从字元学上来说 你们看啊 不可以从语言学跟字元学 就没有什么差别 Etymology啊 这边不是叫你作者说不要 那你就说 好 我来猜 Residual 指的是一项行动 或比较分析的推理中 消除了变数 变的元素 我只好这样翻译 Variable element 所剩下的 就余数的意思嘛 就常数跟变数 Constant element 我们可以将它 化成同一片语 以非逻辑行动 或推理为基础的原则 这你翻的不是吗 不是你翻的吗 你翻了你还没推测 推测我觉得没有太大道理啊 你根据什么这样推啊 好 然后就告诉你残疾的分类 你看残疾 等一下再提醒你一下 残疾是这个A 然后在原来是指假定的心理状态 好 我们来看 残疾到底是什么东西 残疾我们光看这个 我没有戏去看 结合的本能 团体持续的 团体怎么样持续下去的 第三 由外在行动表达情愫的需要 这听起来比较像心理状态 结合的本能也可以算 团体持续怎么会跟心理状态有关呢 除非你说归属感之类 第四 社交有关的残疾 这跟性主要好像有点关系 第五 个人的正职局附属 这真的听不懂 从英文看标题 不知道在讲什么 第六 性的残疾 你可以知道 这个可能跟性有关系 那可以想到佛罗伊德 这是六组残疾 言理呢 就derivation derivation 来 再提醒你一下 言理不是行为吗 在这里 逼嘛 对不对 然后我说为什么不对 你看嘛 言理是行为吗 第一主叫肯定 这不跟说话有关吗 第二主权威 这可能跟行为有点关系 但是你讲 讲这个话语也有关系 等下情愫原则 第四 口头证明 这明明就是讲话 不是行为 是言论 好 那再提醒你一下 这叫假设性 行为叫情愫表达 情愫表达 这里比较像是言理啊 derivation 比较像是你口头上 怎么去替自己的行为 做一个说明 或做一个这个 那这个比较像 这个 那应该是derivatives啊 如果是行为 行为不是靠口头来表达的 懂吗 懂我的困惑吗 这是其中之一 其中之二 是这个 这个定义很简单 什么叫统治的精英 什么叫非统治的精英 这真的是可以顾名思义 说我们这样一群人在 在活动范围里 拥有最高指数人称为精英 elite 然后这个全身 然后原来的这elite 在当时的英文 因为这是从法文来的 所以有一个这种 法文的这个符号 这原来有的 后来就慢慢没有了 就像row那个字 角色那个字 原来在英文的时候 早先是从法文介绍过来 所以他上面有一个到的那个v 那个符号 o上面 后来也就慢慢去掉这个符号 他说我们将一个阶级分成两类 一类是统治精英 governing elite 这些是在政府中直接或间接扮演重要角色的个人组成的 就是领导的人 以及非统治精英 non-governing elite 是由其他人组成的 这很清楚 这跟我们现在定义没有差别 第二 他说因此呢 人口中有两个阶级 一个比较低的阶级 非精英的 non-elite 他们对政府的影响 不在此处加以考虑 既然不是non-elite 就别提别提他 没什么影响力 第二 一个较高的阶层 叫elite elite 分成两类 一个叫做统治精英 一个叫非统治精英 这这这这这话 分类有道理 但是没什么太大意义 问题不出在这 问题出在这儿 如果光靠精英流通 你想到的是什么 这我们在以前在念 在念阿鸿的书 不可能看到原文 只要看到阿鸿的书 阿鸿就认为 所谓的精英流通 就是有一群人上台了 有一群人下台了 就是 就这样 就是像政党轮替一样 那位置有人去坐 但是不同的精英坐 顾名思义这样不错 对不对 结果他不是这么说的 这有叶马 我还讲了叶马 讲了这个结束 你看他说这个夸号 是我加进去的字眼 当然只有两个团体 这跟前文有关 就是精英团 跟非精英团 我说为什么前面那一段 这个上下文是这样 一个人 从一个团体 移到另外一个团体 不管从精英移到非精英 或非精英移到精英 他会将在原来团体 所习得的倾向 这听起来很博度 倾向 又有这习得的倾向 情述跟态度 带到新团体来 中间我省略的地方 你可以去查 没有什么重要的地方 没有什么我隐略的地方 我们可以称之为精英的流通 法文是 Ciculation des élites 然后用普通的名词叫做 阶级流通 classiculation 我觉得这个 第一个叫政党的人 第二个用通俗的白话讲 就狗改不了吃屎 你到了什么团体去 你那老习惯都还在 你如果是一个江湖气很深的人 你到了政府去 你的江湖气还是那么深 然后同样 你在那个政府里面 规规矩矩的人 你可能换到了 在野党以后 你还是那么彬彬有礼 这你现在看得到 台湾的政治人物 有些人就这样 他台上台下的表现 没有差太远 不是就是在朝在野的表现 台上台下我们比较不知道 所以精英的流通是这样 我这个在这个叶老师 几十岁 纪念文 纪念的 不是纪念的 祝导的文集里面 我发表这文章 我那天有事没去 结果就是蔡景昌学长就说 怎么会这样呢 她说你会不会没看懂 我说我都写在上面了 我没看懂 你就告诉我哪地方 说了另外的话 我这边不是有叶玛吗 这不是她说的吗 我是不是引用错误啊 我那点点点 是不是我隐藏了什么 该有我没有的啊 我是认为不重要啊 所以我把它去掉了 但你可以去看一下 她说我要再查一遍 到现在为止 没写信给我 讲这件事情 我就发现这是 这是我们 然后这错误根源在哪里 我把当时很多二手书都拿出来 就是只有阿虹的书 当时我们念 阿虹的书说 不是这样说的 然后正文是 原文是这样说的 所以你要相信谁呢 我就告诉你做理论研究 常常就是有人不认真看书 然后其他人就以讹传讹 然后你就相信阿虹啊 开玩笑 这法国那么有名知识分子 他会错吗 很不幸的 这里他就错了 他对错不是我说 他对错是看证据 所以这是这个 还有他有对马克思的批判 因为有一个二手书的作者说 古典理论都是在对马克思理论 的反省跟批判 那他也没太多证据 那我就特别找啊 因为很多人没有太理马克思 那有些人有 那也没有太理那个 那我想说这个需要一点证明 所以我就在理论的准备上面 会有这个 那我就不说了 因为这堂课你可以看一下 有一些我不太知道 他的具体的因那个 比如说马克思重视街景具体的东西 他否定价值论 因为另外更不完备的理论 更不完备的理论 取代当时流行的很不完备的理论 这不是骂人吗 说那人不怎么样 你怎么也不一样 什么之类的 实际上他的理论是大卫 李家徒理论拙劣的复制 比原作糟糕 然后他还用剩余价值 对论理学毫无关系的地方 补充上道德的思考 但他的社会学著作很精彩 所以这个部分不行 他对摧毁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伦理人道主义的体系做出贡献 而阶级斗争的概念表明了 绝对必须用新的概念补充经济学概念 以便能够具体认识具体现象 马克思的伦理学有别于资产阶级伦理学 但并不比后者优越 这足以我们认识 踏上认识两者错误的征途 这个当然在共产主义里面 这不是不讨好的 他不是新马克思主义者 他不是 他认为有错误 而且还是李家徒理论的拙劣的复制 甚至比原作很糟糕 我本来不太想念 好吧 你就念一下吧 然后对吴吴史官他有批评 我们前面有讲到 对历史进行唯吴史官的解释 首创者发现A跟B的依赖性 做出巨大贡献 但他们把这种依赖性 确定是A是B的原因的时候 就犯了错误 所以显然他认为不是这样 不是下层决定上层 简单说 在找到A跟B 依赖的实在形式之前 这里也需要拥有他们的存在概念 现在科学的进步 以清晰接触A跟B的依赖性 坚持将实际不存在的形式 赋予它的经济学家 再也不能原谅 意思说科学的进步 以清晰的方式皆是 那这是什么东西 这应该著名嘛 没有著名 只这样讲的话 那真的是你说了算吗 这是Paretto的部分 好 所以过去一直把言论 眼里当成是这个残疾的反应 我觉得应该不是 因为它到底什么意思 我真也不知道 好 这个书很多 这张 这张叫Tennis 然后翻成杜尼斯 但是中国大陆翻成滕尼斯 这是这堆书 这堆书 这堆书大概都是 林荣远大陆的林荣远先生翻译 这是一本叫社会学引论 但这本书千万不要看 因为这是历史价值 这不是说 哎呀我要读社会学啊 我找一本社会学引论来看 或者找一本 Marx Weber的社会学基本概念来看 或找这个奇梅尔的社会学来看 那都是会让你觉得社会学是很无聊 这都是历史文献 有它思想上的价值 但是不是一般人可以看 那这个是共同体育社会 这是早期的版本 这是后来版本 这是同一本书 也是同样的林荣远先生翻译的 林荣远先生还翻了韦伯的 这个经济与社会 这很难得 这是英文的 英文有一套这样的书 Paretto的没有 这个你看这刚刚这次 Spencer的 这是芝加哥大学出的 就是说文学 但有的选的并不很好 学界并没有太多在使用 那这是Tennis的 有些东西出自这本书 我这当时买的3块9毛8 你看钱都还在上面 将来要研究经济史 社会学理论经济史 可以拿这当参考资料 然后这个是Tennis的传记 腾尼斯的传记 这也是林荣远先生翻译 所以这个都是后来 都在我已经把讲义都做完以后 这个书才出来 所以这个稍微说明一下 Tennis经常被忽略的地方 它常被讲到就是 共同体与所谓社会体的概念 这一般翻成共同体与社会 或社区与社会 其实不恰当 因为这是一个它的专有名词 社区与社会翻起来就像普通名词 我觉得它既然是专有名词 我们就应该把它稍微陌生化 讲得稍微专业一点 所以我觉得翻成共同体 那是不错的 那翻成既然翻成共同体 那我们就把它的Gesuchia 翻成社会体 原来那只是社会那个字 那如果翻成社会体 你就知道 这是一个Tennis的特别观念 而不是一个一般的观念 所以我认为 我需要把它特别标明 它的不同的地方 但是它那个观念里面 那个观念里面 在这个书里面有 并没有太多跟这个 知识社会学有关的部分 倒是这个有 因为在讲舆论 很多人认为这是二十世纪的事情 没有 他在更早的时候 就有提到这个东西 这个德文叫Evendlich Hermano 英文叫Public Opinion 我们中文就翻成舆论 但是这个舆论 我经常开玩笑 说舆论的发展 其实光用余这个字 你就可以玩很多很多文字游戏 很多号称是舆论 舆论理论上是大众的意见 Public Opinion 中国有些舆论就是自己的意见 舆论就是我的意思 那个舆论 所以很多人说 网民怎么说 常常有说台大教授认为 那都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的意见可以变成这个 放上报纸以后变成大家的意见 这真的是经常见到的现象 另外有些舆论是说出来让你笑的 娱乐的鱼 这个不是真心的 我就怀疑最近在批评这个花博的主持人 真的是很无聊的事情 我觉得那个大概就是娱乐的鱼 还有就是很笨的那个鱼 愚笨的鱼 他要不骗你 要不然要展现自己实在太笨了 你讲的话你都不知道该怎么信 还有这个还有几个我现在忘了 反正这个舆论可以开很多玩笑 但基本上你看他就第一个说 界定舆论是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舆论很难界定 比较容易决定它的内容看起来是什么 容易发现大家认为舆论是什么 比较不容易发现舆论是什么 大家认为的是 但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所谓舆论 我们现在叫什么声量是不是 以前是点阅率 谁谁声量很大 我光听到的时候 还不知道哪两个字 现在说是声音的声 说声量 他这里说 舆论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力量 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 特别是1789年 从法国大革命以后 法国大革命呢 出现了很多 现在有研究 研究那个pamphlet 当时盛行的小册子 那这个小册子呢 都是毁谤当时的政治人物 特别毁谤王室 在你们可以建议阅读书目里面 有一本《再见妖后》 还有另外一本相关的 也是就这样 他们就 这个翻译者很有意思 他把这个pamphlet 翻成中文的颇份刊物 就像现在网络上的 乱讲话的 或者什么颇份刊物 那个真的是不负责任的 但是呢 不负责任有非常大的效果 因为大部分老百姓相信那个 大部分人的知识程度 相信这种三星社的东西 从1789年 法国大革命到现在 老百姓这种嗜血 嗜好这种乱七八八的东西呢 没有稍微减弱过 所有的电子媒体科技发展 最后都是这种乱七八八的东西充斥 跟正式东西也有 一有的网络 一有印刷数就有色情 《圣经》也印得特别好 这是并行的 魔跟道是一起消长的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状态 舆论也是一样 本来是要代表一个 大家多数人意见 可是后来就有人出来 带领那个意见 你们现在叫做什么 带风向 所以呢 现在选举 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有网军 一定要有小编 所以你们这年轻人 去就做一个 常常就为的第一件工作 就是因为你有网络能力 所以你就变成很重要的幕僚 小编 现在小编变成是一个 然后最好当然 最好还有一个类似 学妹或学姐之类的这种 长得很清秀的 可以耳目一新的 然后到时候你就 你就变成这网络红人了 我不知道选举后 还会不会是 好 所以舆论的力量 跟政府的力量是并肩而行的 政府要靠立法机构相辅相成 重要的政治问题 都在法庭中上述 而我们经常听说 在民主国家中 那个时代民主国家 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的民主 大家都关在屋里 你也看不到 不像现在 在民主国家 运动中最高 和最具决定性的权力 这个权力 不知道有没有打错 因为有时候很容易打错 有时候是power 不是right 舆论被想成这种思考的主体 它经常被人崇拜或被人毁谤 仿佛它是一种超自然和准神秘的力量 其实是的 这就是这个量变到质变的问题 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可能发表意见 目标很明确 所以你可能讲话会中肯一点 当一群人的时候 你可能就做出一些 人家辨识不出是你做的 你就会做出比较放荡开放 比较夸张的行为 这是为什么你参加群众运动 你会有比较多丢东西啊 你平常不是那种会打啊 会砸的人 可是在那个群众运动 或者在一群人中 有人喊打啊杀啊 你有种你过来啊 那你就会过去了 证明你有种 因为你说的啊 这种你就会落到那种 智慧很低的地步 所以当时 法国大革命以后 就有一个人叫Gustave Le Bon 就写了一本书叫The Crowd 他变成研究群众运动的 或者社会运动的一个始祖 就告诉你为什么 为什么一般人在日常生活 不会那样 然后到了群众里面 他就会变成那样 那渔论可以不确认 一个是你听到的 一个是你看到的 一个是你读到的 这都不一定很全面 那有人就特别会让你 不要看到全面 不要听到全面 不要想到全面 但是呢也有一些说法 说你是 不是人家不让你看到 是你不可能看到全面 你参加一个运动 你只能在你的位置上 别的地方发生什么事情 你是不知道 所以自从有了网路 有了电话这种东西以后 你就可以随时直播 让人家知道 你看这边你是要打人了 所以那个动员 就会变得非常快 以前要靠口耳相传 相对人是很慢的 相对人是很慢的 所以你看中国古代 为了能够调兵快一点 就有烽火台 风火台用狼烟一起 你就知道那边出事情 就赶快就派到军队去 那个赶快跟现在比 都没办法比 现在救护车 你打电话去 万一超过五分钟都还不来 那个救护车 那个消防队大概就被干死了 所以这个跟人的空间距离 什么都有关系 我最近读到一个文章 他就说以前他们年轻时候 大概在抗战期间 他的生活距离 大概就是25分钟 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 25分钟大概就是 那个城市可以走的大小 你现在到世界各地 大都市去看看 25分钟 你做公共大众捷运系统 25分钟都很难 都很难走平 你就知道现在的都市 跟当时的城市比起来 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 以前城乡之间的差距 是很清楚的 所以很多地方原来很小 像孔子的鲁国 大概就是小到 你现在都去不去看 大概就是那个样子而已 那其实是很小的地方 然后叫一个国 在欧洲 对吧 我第一次去 我零年去的时候 吓死我了 我在阿姆斯特丹 几个老师 大概是有出国经验的那时候 我是第一次到欧洲 就说我们到巴黎去 下午去巴黎吧 然后我们晚上 还可以赶回来吃饭 我说哈 我们在阿姆斯特丹 你下午去巴黎 还可以赶回来吃饭 我说对啊 中间两小时就到巴黎了 我说哈 从阿姆斯特丹到巴黎两小时 他中间还经过比利时 你不要睡觉 你一睡觉 把比利时睡过去 这我们在台湾 那时候还没有高铁的时候 你想到高雄要四个小时 还在同一个地方 你那个在欧洲 就已经走过一个国家 所以这个整个时间观念是很重要 我在美国纽约念书的时候 到哪里一个半钟头 是很正常的事情 现在到台湾 一个半钟头 我都已经可以到高雄了 在纽约 你就从这里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已 所以那个时间跟空间的观念 真的变化很大 真的变化很大 好 那阶级跟舆论呢 一般来说 舆论是教育阶级的意见 农民阶级拿什么议论 他也不会上网啊 他就每天就 像现在农民也是啊 他在田里干嘛 没事在那边 上网抓宝可梦吗 我不相信农民有这个空啊 所以就算现在 教育阶级 所以现在大部分人都受教育了 所以什么人要乱写 一个什么是很容易的 不是一般社会大众意见 别忘了这是以前 这大概在二十世纪初起 然而越多的群众向上流动 他们就更多参与了教育 跟政治的意识 他们也就更愿意 在舆论形成过程中 发表自己的意见 舆论经常是精英的判断 也就是说少数人 更经常是少数人的代表 然后有时候这些人 是跟一般民众是脱节的 如果跟一般民众脱节 你的言论 基本上就不是舆论啊 那就是舆啊 就是自己的舆啊 说少数人的舆论 好 那舆论的一致性是罕见的 既然是少数人的意见 那这些少数人怎么会有 一样的意见呢 其中大部分有效的舆论 又是精英中的大多数人的意见 主要的最明显 跟最喧哗的意见 最喧哗的这点最传神啊 你声音大就会被听到啊 就台大教授他长写脸书 然后记者常关怀他脸书 然后就会觉得台大教授认为 那不就是一个人的认为吗 如果我这个露营的课程 也变成每天这样放 那也说台大教授认为 那我可以发表意见太多了 包括对这个校长啊 包括对马路啊 对厕所啊 我都可以发表 还对我的薪水啊 我都可以发表意见 对各位的奖学金啊 对吧 好 然后说知识分子呢 被要求成为社会生活的领导人 这个到从古到金 古金中外都差不多 他们只有在注意和改进舆论上 才能完美的 完满的扮演他们的角色 我们在上面提过 舆论中的要求 是要维持人本主义的伦理 所以很多知识论发声 基本上跟这个一样 就是我们是替老百姓讲话 我们替社会的正义讲话 我们代表的是社会良心 当然在这个时代 因为大家意见很不同 所以有些人跟你不同意见的人 就觉得你根本就是政府的代言人 你根本就是代表来说五毛党啊 你五毛党党魁啊 就可以到处骂人 因为意见的不一致 这个舆论就变成很不 舆论一致是罕见的 所以你期待在这个网路上 能够听到一致的意见 这大概不用选举也一样很困难 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意见 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对吧 好 这是他的一个 我觉得跟知识社会学有关的地方 第二个有关的idea没有人有过 叫做sociography 我保证你没听过这个东西 这是德文 英文就是把这个改一下 这个改一下就是sociography 你要查这个单字 大概还真不容易 这比gre单字还难 因为没有什么人用过这个字 假如我们将社会质来替换统计学 原来他要用社会质来替换统计学 你能想像有一天你要学的不是高统 而是高色质 不知道什么东西 来听听看 毫无疑问的 他会变成和理论社会学同样的地位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喜欢一个比较宽广的社会学概念 就应该把它放在理论的 或者概念的 或经济的社会学 theoretical 或叫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sociology 我们讲过empirical这个字 跟positive这个字 在某个时代或某个地区 是等同的 而我将视为等同于社会质 sociography 这也是他早先的说法 没有人采用 我先提醒你 没有人采用 所以我刚刚不是讲过吗 理论或者学说没有人采用 可能会被复兴啊 我一直希望能够复兴这个东西 因为这东西很有意思啊 你看什么呢 对我个人而言 我坦白承认 我认为经济社会学 跟理论社会学一样重要 虽然我比较为人称道的是 是我理论社会学的作品 而比较不是比较旧的意义上的 社会质跟统计学 我认定的社会质 基本关心研究社会事实 跟其间的关联 这个社会是研究事实 不是社会事实 因此研究其中的因果关系 社会学家都要研究因果关系 这也是知识的终极目标 这样的研究都必须 以基础工作当前导 当然 虽然这种基础工作 并不是人人都有共识 就是必须要从 不是为概念思维 所特别设计的语言中 进化出概念思考 每一种科学 必须以某种方式 说出自己的语言 正如同某种学科 已经表现得很好那样 人文科学跟社会科学 因为对象极为困难 而遭逢障 大家都知道 人文社会的对象很困难 所以相对而言 是比自然科学要困难 但是现在都觉得 自然科学很难 社会科学很容易 你要转行 一个转另外一个更容易 这里说 我只想指出一个方式 而接准的一般定理 为了要改进跟治疗 我们必须知道罪恶的原因 后来社会学 在芝加哥学派 都在研究这种少数的 就是研究犯罪行为 或者偏差行为就是这样 诊断是困难的工作 但对医生而言如此 对以行动为导向的社会科学 也是如此 假如统计学家采用 社会制的概念跟名称 他们的专业地位 不会下降 反而上升 讲了半天 都还没告诉你是什么 没有啦 这社会制大概是什么呢 我只能稍微凭我的记忆 不知道对不对 这社会制呢就是 就是像中国传统的地方制那样的东西 他对一个社会的各方面 都有比较完整的描述 这个曾经在John Stuart Mill的那个 你看看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在后面 Spencer曾经在后来 广发武林帖 说现在很多人去探险 或者去当外交官 或者去做生意 我发明一个东西叫做 Descriptive Sociology 叫做描述社会学 我列了一些像表格式的东西 你可以填起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完整的 对世界各个社会的了解 所以 Spencer 有人响应了 所以我在各大主管 曾经看过开本很大的 Descriptive Sociology 系列 不完整 有些人到了一个什么奇怪小岛 他会在这边小岛人口多少 什么像这样的东西 有点像Wikipedia 介绍国家 国旗是什么 人口有多少 主要宗教什么 语言是什么 像这样子的记载 那个 Spencer曾经讲过 那这个他的社会制呢 是类似这种中国的地方制 因为我们大部分同学 都没有看过地方制 一个地方 他怎么样的完整的去描述 他的历史 他的经济状况 他的人口 他的其他各方面 教育什么之类的 像各地的孔庙 通常在这个什么 也记载这个宗庙 宗教或宗庙的那个相关的那个 地方制里面都有 光台湾就台湾复制就不得了 以前还有台湾文献学会在卖 很便宜 现在要看大概只有到南天书局 然后再也没有完整的了 因为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提倡台湾史 为什么这套不会再重新更廉价的卖给大家看 因为都是文言文 很多人看不懂的 就是历来对于台湾的描述 对一个地方没有比这更完整 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学的研究 常常是一个地方的小的东西的研究 而没有对一个社区完整的研究 早先在19340年代 美国就community research 或community studies 像研究middle town什么 他们就对那个社区研究得非常彻底 人口有多少 宗教有多少 什么 而且不完不是那种统计上的描述而已 还有一些还有一些访谈之类的东西 像研究middle town那个是美国社会科学史上 或社会史上一个重要的一个研究的成果 他认为那个可以代表美国的缩影 你要研究整个美国很困难 但是你根据美国总的人口的比例 宗教方面性别方面 那个比例找到一个城市的比例 就是缩小的美国总体的比例 研究那个地方 他就觉得合理的可以推断出 整个美国是个什么状况 所以就选择了middle town middle town是一个代称 并不是一个实际地方 好像那个地方是哪里 是monthly Indiana还是哪里的样子 反正就是选择一个小镇 就像在美国的选举 常常说有一个地方开出来票数 几年来都跟全国开出来票数 最后结果是一样 那政党比例什么都是一样 台北的士林区的什么玉什么里 他也是最近发现 他几年来的那个最后开出来票数 跟他那个里的票数 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政党的候选人大概得百分之多少的票 那个里有这种某种程度指标性的结果 所以现在那个里的里长非常红 前天我还看到电视访问他 他就觉得很惭愧 因为觉得万一他们就叫他章鱼哥 那个地方的章鱼哥 所以这是选举的一个另外一个 所以社会质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社区研究相当少 很少有对一个地方完整的研究 到现在社会学基本上 对什么的研究都不太完整 我不知道你们在教执行方法 或什么的时候 有没有特别怎么一个完整 因为现在很多研究都一个人做 一个人做怎么可能完整呢 有人对宗教现象有兴趣 那宗教现象跟其他经济状况没关系吗 跟其他教育状况没关系吗 台湾又那么小 台湾哪一个乡镇可以代表 除了选票不讲 台湾哪个乡镇可以代表台湾的缩小版 那就应该对那个乡镇做比较多的研究啊 有没有这样的地方 因为通常最大的都市都不能代表那个国家 像美国的纽约 基本上是一个人口混杂的地方 那个绝对不能代表美国 我们最近几个朋友在那边聊天 就因为我们都在纽约住 所以常常误以为纽约就是美国 那纽约是很开放很那个地方 在纽约的话绝对川普不会当选的 可为什么川普当选呢 就表示纽约是世界 纽约不是 纽约是联合国 纽约不是美国 就像你住台北 台北就是台湾吗 我想大概台湾最多 你到别的地方去看 大概台北是最不像台湾的地方 台北也是一个小的联合国 你再到外地去就没有那么多外国人了 台北很多外国人 外地区绝对没有夜店啊 可是它可能有其他的生涉场所啊 其他国家都差不多 就那小地方那种特色还在 大地方都是国际城市 大概都走哪一个都差不多 到中国大陆去 我到了四线城市去 那商城里面走进去 你根本都不觉得在四线城市啊 那就是跟台湾不会差啊 也有UNIQLO 那店大得很 所以然后什么名牌店都有 所以这个全球化以后啊 那种地域性上市 真的人就迷失在这个 你就不知道你在哪里 或者你知道你在哪里 你就在Global里面 你不在任何一个地方 好 那这个就是Twinis 我们要教的 红色的里面 也就是尽力了 也就是这样 我们要研发一下 你去做影片 你自己玩到匰讯 到区些人 一样 你去 nos 我上词 你不在哪里 我帮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